现在我要邀请我们的Siu Mei是我们的Membership Director 我们Johobaru Happy Joyous Club 欣赏开心喜乐俱乐部的director 他会跟你们分享一点为什么要笑 要多笑 为什么要多笑 Siu Mei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video是不是讲到 笑其实你看笑 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讲你在监牢或者在什么地方都看到大家都在笑 所以笑其实就是 部分地方在哪里都是可以这样的笑 所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为什么讲到我们真的需要笑 OK I cannot put on the big screen So I use this screen can OK 刚才那边我们看到第一句讲为什么要笑 你看大家都在笑 就是在医院也好 也好在在精神病院也好 在电脑也好都是要笑 因为今天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多的笑声呢 因为第一个他有几个点 他有五个点 第一个点就讲了笑 他可以解破压力 其实到现在来讲我们 真正的治疗 现在大家都是压力 压力 每个都讲我压力压力 压力就是现在 最最 commonly used 就是很 大家都口头谈 我有压力啊 OK压力就是在了 所以在当今压力呢我们要靠笑来解除我们的压力 所以当然笑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都是我们的club都有这个早上的zoom 给大家来一个半个小时的笑 当然笑不是讲你笑了你就没有你的烦恼 by that moment你可以开心 至少你接下来的那个 一天你可以至少给你的epidate你的氨多酷给你在某方面能够 增加的清醒的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大笑的时候也是一种运动 当你笑你动作 他也是可以同时减少我们身体 所谓的压力啊 情绪上我们需要抒发 像lisa我们跳伸帽也是一种抒发 OK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像zoom吧这样我们用笑也是一种exercise来塑造我们的一种情绪上的压力 OK这个是第1点的 OK next OK然后第2点呢就讲 他可以促进我们的精神上的健康 因为笑身上讲笑身到我们笑的时候 我们他会释放一个endorphin 所以他就可以保护给我们 每天就有个积极的精神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也是知道我们精神好我们心情好我们做东西其实就会比较顺利了 我是这样的认为 因为如果你一直很沉闷 你想到东西都是那个地方都是不能量 当你笑了过后你会觉得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 所以你做的东西 可能就会 朝我比较正能量那一边去 因为根据 那个怎么讲 WHO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他都讲了我们现在善意人口 患于抑郁医症其实我讲我们这个MCO其实患抑郁医的人更多啦我们周遭的朋友其实我们都知道 更多人患于抑郁医医症 我是要生息要帮忙的 OK 这个第二点 在第4个point那边讲到 处杀的人数也是在上升 Defender上那边都有讲的处杀的人数都在上升 因为因为depress 所以幼抑郁医症 到这个铸杀会 所以我们要关注为什么 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 情绪方面不能够表达吗 叫不出来吗 是不是他们是这样讲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其实他是 真正的是可以给我们幼抑郁 有一个解放的一种 药剂 这样的解放剂 我们 我们把它当作是安多芬 就是安多芬 然后 Dobamine 跟那个 Serotonin 这些水平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些 来 来讲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方面 因为我们需要了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这个 提高我们的这个情绪方面的 正能量的情绪 所以给我们整天做东西都会 我觉得就是 当你像你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正能量你做下去的东西呢 会会觉得会比较 感觉就比较不一样了所谓的 所以那讲 属与上的人第六点 很少会笑 虞异症的人怎样可以笑呢 但是我们因为 当时我们这个 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九点到九点半都有这个大笑呢 就是真的是说 朋友讲 因为在这一个期间女生发医医生他们就说来这边笑一下 至少 我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我笑的时候 我可以给我心情感到舒适 他释放这个安多芬 不然他讲我过去然后我 笑过后九点半如果我没有笑呢我就是到晚上 10点 都是这样的抑闷的了 所以当他笑了过后 一有activity 他的心情就不一样这个是真人的一个sharing来的啦 对不对 然后 第三点就到这里 刚刚我们讲笑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忘了笑 有时候我问我朋友你没有笑 有啊我们会笑的啊 每天都笑的 有时候笑我们就讲 哈哈哈 就完了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这样的笑是要 持续长一点 等下你看我们的lapio 是半个小时都在笑的 当然中间也停了 要呼吸 不是断气吗 对吗 都要笑了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忘了 我们长小孩子的时候 我说小孩子是不是每天笑 他都不想的嘛 每天嘀嘀嘀嘀嘀嘀 我小孩子每天笑 可是我们现在大了 我觉得没有笑 老了是不是更不会笑 不过不是的 我们在城里 我们在现在老年都不会 我们的auntie就是我们的大姐 这边很会笑的 所以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要要笑要有条件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小孩子要笑 我们大了我们要有条件才会笑 不过呢 我们不再取决于 不用讲靠什么 你讲笑话给我了我才可以笑 没有笑话我不可以笑 可是你知道我们的lapter 在一个大笑瑜伽里面 其实我们能够大笑 不需要 讲故事 给你笑你才笑 不是的 就是能够 就是能够 真的 我们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大家就 自然而然笑起来 你讲假笑不要平 当当你笑笑笑笑笑 如果变成真笑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你会感觉到真的是 我能够我这个你会感觉到真的是很满足的 我这种这种一个心态 OK 来我们看第四 笑声 我们就笑的时候他就 预防说也有治疗的价值 如果你经常笑你就不会容易生病 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不是我们讲郁闷郁闷但你一直郁闷一个人一直郁闷郁闷 是不是就就是比较你的免疫系统当然低 但你们做这个 当然知道 你 如果你的那个免疫系统降低 什么病什么病都来了 但是 刚才说了我们大笑 其实就是 这些 endorphin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都是对我们健康方面 都是有 很快的一种 复原的一个 疗医的一种东西 所以你看 当我们慢性的 这个 健康 好像比较 什么健康好像出现问题 所以我觉得笑 其实是一种的运动来的 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他增高我们也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增加人体细胞的氧气 因为我们大笑 大笑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一样吗 我们breath in OK oxygen 当我们笑哈哈哈哈 就是 carbon dioxide out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给我们 最近更多氧气这样的一个 解说 就是这样容易的 因为现在科学上都是常常有研究 我们每次讲吃药 吃药 我们每天要吃什么药 有些我朋友跟我讲他一天吃20多粒药什么药 Supplement来的 他是讲 我ever 他讲我一天吃20多粒药 什么Supplement 吃Supplement他没有生病的 我讲 是要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讲 其实笑刚才你看到给我们这样做的一个 好处的时候 我们常常可能会忘记掉 所以偶尔偶尔讲讲出来我们 互相提醒了我们互相提醒一下 笑其实 真的是一个更更好的一个 药物了 当然 我不是讲Supplement不要吃 吃药 不过 100% 笑还是可以contribute 一点点的部分的 OK 所以就讲 这边也在讲过了 超过了很多个证明 可以改善我们血液 因为我们笑 我们拍手 这血液会循环 这类的东西减少我们这个 降低血 血压 减轻 炎症 疼痛 但我们笑的时候 其实你会说我们痛哪里痛 可是你笑笑到也是你会忘记的 对不对 但你忘记的时候 就 就是你感觉到就很好了 好像 这个 这个 这一本书 如果你们之中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寄给你 这个是 在 就是 online的 这个 可以看200多面 他们科学研究 为什么要笑 其实你们 interested的 你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会 send to you 你们可以看就是online看的这个 这个ebook来的 是讲到scientific research 为什么要笑 因为我这个 很多就是在美国他们就是已经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 大校在那个work place就在工作方面 他怎样可以给你很大的效率 他这边也是有讲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在 韩国他也是有讲到 这个他们做一个研究就是大校可以在这个 这个癌症病患者里面也是有相互的一些帮忙到的 对